在冠病疫情下 本地的零售业加快数码化和转型步伐 贸工部长严金勇表示 政府将继续协助零售业者开拓实体店以外的网上和海外市场 以应对新常态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冠病疫情期间 这家时尚品牌公司发现人流量少了 零售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 公司于是加快数码化进程 结合线上线下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贸工部长严金勇走访华杰总部后表示 虽然官病打乱了各行业的生意 但却加快了转型的步伐 政府也推出了许多的中小型企业数码化的计划 帮助中小型企业能够转型 能够上网 能够采用数码化的经济 来帮助他们保持竞争力 而且能够继续成长 不过部长指出 零售业者了解生存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的财务援助 而是必须想办法让生意恢复 自官兵疫情爆发以来 政府过去一年积极鼓励全岛约2万家邻里商店数码化 包括采纳电子付费和进军电子商务平台 一些将业务数码化的邻里企业表现不错 即使顾客群少了 但还是有业绩 看到有些行业 例如卖鱼的 它其实有很多卖鱼的不只是靠着顾客去吃巴刹或干巴刹 不过你现在可以通过手机来购买你喜欢吃的鱼 而且这个鱼是在24小时内会送上你家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领报道 新闻记者 红宝领报道